Force 人 戰友台 那邊 人 戰友台 那邊 人 戰友台 那邊 人 戰友台 步都可退了啦 中 阿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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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人 戰友台 加油 這個不能說今天一定會發生 但我們可以預期如果真的發生 我們後面有投手怎麼去準備 後面有投手怎麼去接力 那當然希望他可以一開場就有他的主宰力 去把他過往在國際賽表現優異的能力展現出來 至於今天的投手就 所剩下的投手就全部都會準備 那昨天也看了義大利的比賽 確實在一個球隊的系統 或者是一些戰術或一些企圖都蠻積極的 球隊跟還有一些資料的顯示是 義大利是一個基礎打得很紮實的一個 就像全員都是美籍的一些所屬的球員 所以在一些個人基本功或團隊的一些作戰 都是有一定的基礎 所以是穩紮穩打的球隊 義大利昨天確實在手臂投手是蠻穩健的 那尤其在突破僵局是那個 假點真跑的一個戰術 這個是應該是昨天他們贏球的最大的關鍵 並沒有覺得不太順 就是其實都還蠻OK的 只是可能在策略上有點亂掉 差不多就在好球隊內都會攻擊 蠻積極的這樣 分數不是我能夠去想像 我想像就是他們打擊的攻擊策略 其實蠻清楚就是在好球隊內 他們就會去強攻這樣 大概跟我想的差不多 對啊 就是其實心裡有些想法 可是沒有去執行 對啊 亢奮是一定不會 但是其實有把它讓自己冷靜下來 就是沒有特別去思考別的東西 其實是專注在跟打者對決的上面這樣 因為今天要求輸給已經六三了 對 所以等於要休四天 對 等於說第一輪的任務就打成了嗎 對 就結束了 對啊 就變成是 就是變成是等晉級在下一輪的時候再出賽 但現在我的任務是 盡可能幫助接下來要比賽的選手 然後 在場邊幫忙加油 然後在事實的情況下去給 如果有辦法給出建議的話 就可以出建議 沒有辦法的話就是幫大家加油這樣